电影中的亚洲十大女鬼 大家看完后 请挑选出你心目中的心动女鬼 第一位登场的是 十号女嘉宾纳塔 纳塔出自泰国电影《鬼影》 她生前是一名大学生 却认识了一个渣男 她为渣男付出了所有 渣男把她骗到手后 却将她无情地抛弃 甚至和三个禽兽一起 对她做出了上进天亮的事 纳塔带着怨气跳楼自尽 化为逆鬼复仇 杀死了三个禽兽 并骑在渣男肩膀上 日日夜夜跟在她身边 这部电影 我前几天有解说过 没看过的可以去看看 九号女嘉宾 福桑嫂 福桑嫂出自泰国电影《历鬼将映》 她生前是一名演员 在演历鬼这部电影时 有一段上吊剧情 足足NG了二十多次 在最后一次表演时 安全神出现断裂 福桑嫂真的被绳子掉住 但导演和剧主都以为是在表演 没有人救她 临死前 她愿赌的眼神定着众人 发誓只要看过历鬼 这部电影的人都要弄死她 这部电影我也解说过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八号女嘉宾 猎口女 出自日本电影《猎口女》 猎口女生前是一个单身母亲 在某天 她发现自己快变异了 在变异前 她让人杀掉自己 并把头砍下来 但男孩并没有造作 而是把她放在了衣柜里 多年后 她变成了猎口女 附身在别人的母亲身上 拿着一把大剪刀 专门绑架小孩子 问人家自己美不美 要是回答不美 就会被杀掉 要是回答美 就会被剪掉嘴巴 变得和她一样美 总之 怎么回答都难逃厄运 亚洲十道女鬼盘点 下面出场的是 七号女嘉宾 傅江 傅江出自日本同名电影 原型来自一腾肉二的漫画 她长得非常漂亮 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女人 她的能力 就是可以无限负责 哪怕只剩下一滴血液 她也能复活 见过她的人 都会无法自拔地爱上她 陷入癫狂 最后都会因为不想失去她 而想方设法把她杀了 那些爱上她的人 也会因为争抢她自相残杀 但她很少自己动手杀人 傅江系列 从1999年到2011年 一共拍了九部 一口气看完九部 简直不要太爽 六号女嘉宾 陈慧 陈慧出自韩国电影《笔仙》 她生前是一名女巫 但她女儿是一个盲人 经常被同学欺负 于是她带着女儿 来到一个村子居住 为了可以留在村子 她忍辱负重 牺牲了自己的身体 却没想到 女儿被村里人烧死 而她为了救女儿 也同样被烧死 临死前 她诅咒村民们 想要活下去 就不能离开村子 后来 有人在玩笔线游戏时 将她召唤了出来 开始了她的杀戮之旅 五号女嘉宾 梅梅梅子 出自日本电影《鬼来电》 梅梅梅子全名 谁找梅梅梅子 患有代理性一样病症 后来 因为小传病去世 由于对母亲的怨恨 她死后变成了冤魂 凡是被她盯上的人 都会在手机上 收到自己的死亡预告 只要时间一到 梅梅子就会前去索命 至今没人逃脱过 鬼来电影一共拍了三部 还是挺不错的 四号女嘉宾 加椰子 加椰子出自日本电影《咒院》 加椰子生前是一名家庭主妇 她有一个儿子 名为俊雄 后来她被丈夫误会不忠 被丈夫常忍杀害 儿子也惨遭毒手 加椰子带着怨气 变成递鬼复仇 丈夫被她直接干死 但丈夫死后也变成了鬼 她的住宅也成为了凶宅 加椰子本身怨气极强 加上和儿子俊雄联合作战 凡是经过屋子的都会不诅咒 不管逃到天涯海角 都会被她俩弄死 实力绝对杠杠的 《咒院》系列共拍了八部 一口气看完 也是非常爽爽 基本三天三夜不用上厕所了 亚洲十大女鬼盘点 下面出场的是 三号女嘉宾 曾子 曾子出自日本电影《午夜凶灵》 曾子可谓是家喻户晓 尤其是从电视机爬出来这一段 不知道吓唬了多少小朋友 曾子全名三村曾子 被人推下了一口枯井 在枯井中 积累了三十年的怨气 形成了一盘录像带 凡是看过这盘录像带的人 都会在七天后 被曾子带走 除非找个人来看录像带 这样就能将诅咒转移 曾子的母亲 本是超能力者 她生前也遗传了部分能力 所以她变成二年后 能力非常强大 甚至可以通过录像带 从电视机里爬出来 《午夜凶灵》总共拍了四部 但第一部 才是经典中的经典 二号女嘉宾 红婶 红婶出自日本电影《鬼女魔咒》 因身穿红衣而得名 电影里没有说明红婶的死因 她和前夫离婚后 由于前夫又准备和女主结婚 她便怀恨在心 花生历鬼追穿女主 她制造了一个 无限循环的扭曲时空 让女主无限重复 自己扎死自己 可以说是相当恶毒 这部电影 立刻也解说过 并强迫红婶蹦了个地 想看的 可以去考考古 一号女嘉宾 楚仁美 楚仁美出自国产恐怖片 《山春老师》 我更喜欢亲切地称之为 美宜 《山春明乱是杂死》 死后的她怨气难消 化身恶鬼复仇 全村三天死了66人 本来怨气已经平息了她 尸骨又被人挖出 又入了水潭 导致她怨气大增 又开始四处害人 最后被男主的真情打动 选择收手 这部电影 我也有解说过 并且是在除夕那天发布的 可以去看看 十个女嘉宾 已经介绍完毕 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 内心的躁动 恨不得马上一睹芳容 但丽哥还是友情提醒一下 像我这种 经常扮演两三点 看恐怖片的猛男 都被吓到了好几次 我估计你们够呛 好了 本期就到这